目前的最新情况了 没这台风的时候呢 南投县的新义乡经常都是受灾的地区 而且呢 同富村也都会发生的吸水暴涨的情况 担心雨时太大 农作物会泡烂 因此呢 一早农民也开始抢收蔬菜水果了 来看最新的情形 请记者柯云青来告诉我们 天青 是主播担心台风影响农作物 甚至是造成当路中断无法抢收 因此呢 这新义乡的果农一大早呢 全部都赶快去上山抢收他们的农作物 尤其是这名联务果农郭先生 他是说 去年八八方灾造成他的损失惨重 甚至损失将近有百万元 因此呢 这一次 他是连接这两天呢 就赶忙上山抢收 我们来听听稍早果农怎么说 今天晚上三天啊 哦 那是看到这次红苔是吗 对啊 天啊三天就烦恼了 那今年是多慘惨吗 今年八八的时候 这几天都没完 几天都没完 几天都没完 因为老苔也没完 哦 那今年呢 今年当时跳到 赶快去哪一半了呢 上山抢头也差不多了 哪一半了 天啊 天啊 这才五万了 那这几天都没完 好 果农是表示呢 这一整片的这个果园呢 几乎工作要花十个工作天 才能抢收的完 但是呢 这个台风呢 只能两三个工作天 赶快来抢收完 而整片呢 是今天是已经抢收了 可能预计要一百多箱 而昨天也抢收一百多箱 他们是希望能够抢收多少 这能够救多少 这是现场最新的一些报道 时间交换给盆美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 南投的这个乡名呢 现在也开始进行抢收 这些水果蔬菜 希望能够减少这个降低灾害